在北南西口附近经常会看到有流浪猫和流浪狗 而他们也成为了小燕鸥的杀手 因为有一些善心人士会喂食犬猫 造成犬猫经常在北南西口觅食 如果没有食物吃 他们就会把小燕鸥的鸟蛋和幼鸟当成是美食 因此鸟会也呼吁县政府要依动保法规定 在北南西口周围列入禁止喂食区也严格裁罚 从影像中可以看到流浪犬雕起一只小燕鸥幼鸟 当成美食吃下肚 画面令人不舍 北南西口附近会有一些善心人士喂食犬猫 为小燕鸥带来威胁性 当没有食物时 流浪犬猫就会将小燕鸥鸟蛋或幼鸟当作美食 因此野鸟协会呼吁政府应该依照动保法 将北南西口周围列入禁止喂食区并严格采罚 我是希望说我们鸟会有三大诉求 是我们对北南西口的流浪犬猫 能够在数量上有减少威胁方面 提出相当的对应措施 那第二个是我们台东县有定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 那可以麻烦设立那种告牌禁止喂食犬猫 然后第三个诉求就是日后主管机关如果有什么保抑的友善措施 可不可以公告在网路上 县福则表示会在与巴河局进行讨论 将北南西口设立禁止喂食流浪犬猫告示牌 也会全面检讨禁止喂食的公告区域 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我们公布八个区块 八个区域里面是禁止喂食流浪犬猫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在这些场域里面 我们大概都有做包括河水和森林公园 那这里的部分因为它是属于巴河局 我们并没有去把它做公告 那后续的部分我们大概会 我们来去跟可能通过刘立委 或者我们再找巴河局来一起努力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公告 那告知 那另外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另外一个是泄民的一个教育 我想我们会整体来检讨 哪些区块里面是禁止喂食流浪犬猫的部分 那也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记者会 能够宣导民众 环博团体也期盼借由记者会来传递保育观念 期盼在公司协力之下 共同守护台东小燕鸥 成为台东幸福友善城市的指标 这将解台东时报道